安迪,26岁,来自芬兰,航弹无丑 浩天,21岁,来自芬兰,航弹无声 他们的评断心语是,京剧艺术真可爱 说啥也得把三叉口练下来 大家好,我是安迪,我来自芬兰,学京剧 我叫Alion,我的韩语名字是浩天 进去非常有意思,每一个动作有意思,有力量 这个,我喜欢这样的感觉 我喜欢进去的脸部,我喜欢进去的衣服 有多少泪,出多少汗,有多少心酸,多少感叹 我们中文说不好,但是我们倒的不错 不是茶 在里面 好,这两位就是来自芬兰的Andy and Elias 欢迎两位 这位是Andy,那位是Elias 对,但你中文讲得还不错嘛 谢谢 首先问一个问题对于两位来说,今天是第一次采办上吗 对呀 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没关系,很放松,头疼 头疼,没错,勒头勒的是疼 第一次扮这个样子,那你喜欢你这个样子吗 我喜欢这个 这个无丑的化妆 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们两位呢,刚才我们看到了他们对京剧有的浓厚的兴趣 可是呢,大家可能不了解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那给介绍一下吧 是,他们俩呢,其实这个是师哥,那位是师弟 为什么那么说呢,他们两位在芬兰啊,都是学习戏剧表演的 这位呢,几年前看了三岔口之后,觉得中国的京剧美得不得了 而且呢,在舞台上这个动作啊 他们觉得是特别,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powerful, strong,有力啊 而且呢,富有表现力 于是乎,他就来北京学习京剧 几年以后,把他的师弟也带来了 那我知道两位学戏剧是一块,肯定是有默契了 但是学京剧两个人在一块,学了多长时间呢 两个月,差不多 两个月的时间 练三岔口练了多久 六个星期 还不到两个月 那你们两个人今天有信心能够挑战成功吗 有 谢谢你们,我们非常期待两位 你想啊,他们两位在一起才练了六个星期 要表演的是三岔口 没错 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拭目以待 非常期待你们的表演 好,有请 这只要穿上了服装了 这一言一行都在那个感觉当中啊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